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22日 今天話說 就要講一宗新聞 在8月份的時候 英國駐港領事館的職員鄭文傑 據悉說他在深圳被捕 在深圳回來香港的高鐵上面 是被捕的 就說他涉嫌嫖娼 這件事情當天引起很大的牽連大波 但是事隔兩個多三個月之後 鄭文傑 就在英國接受BBC的訪問 那麼他裡面提到 就說在深圳被扣押的期間 就受到酷刑的對待 然後當局的人 就迫問他 到底英國領事館 有沒有在香港反送中運動這件事件裡面 是出錢和出力的 那麼他一直說是沒有 然後對方就不斷施加酷刑 直到他女朋友報警 那麼這件事在香港和國際上 成為了一個大的新聞 那麼最後深圳警方才放回他 而放回他就是公佈他的罪名 就說他涉嫌嫖娼 那麼這個鄭文傑在 BBC的訪問裡面 別人問他有沒有嫖娼 他沒有正面回應 他就說沒有做過一些對不住女朋友的事情 沒有對不住一些至愛的事情 那麼為什麼一直以來都不說呢? 因為他說對方威脅他 他也擔心他在香港會有人身安全的問題 所以他一直沒有說 直到英國他才正式公開這件事 那麼這個英國的當局 倫敦當局 就立刻召喚了北京駐倫敦大使 而吳政是交涉了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 就是語音未落的時候 就立刻深圳警方就公佈了 他所謂嫖娼的視頻 以及他認罪的視頻 首先認罪的視頻 有沒有參考價值呢? 這個是一般都被認為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八九六四的時期 那麼很多人就是被認罪了 那麼因為你在一個關押了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是沒有選擇的餘地的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認為是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但是只要他公佈了嫖娼的視頻是怎麼樣的呢? 這個就值得上一個邏輯課了 今天又來破障 那麼上什麼邏輯課呢? 就是我看完那個視頻看了好幾次 那麼那個視頻呢 就是拍到他在一個喪拿按摩中心裡面 三次的出入 這個就證明了他很喜歡他踢骨 那麼至於他踢的是什麼骨呢? 是正骨還是邪骨呢? 這個是可以有一個邏輯的推理 因為在公佈視頻的時期 還有很多人說證據確鑿 現在就是有一個簡單的邏輯圖 這個邏輯圖就是A和B 究竟A喪拿按摩中心是不是等同嫖娼呢? 如果以那些小粉紅、五毛和深圳警方的說法 A就必然等同B的 這是一種同一關係 同一關係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去喪拿中心等同嫖娼 但是不是啊 我上個星期拍了一段視頻 就引述了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 就說多了很多人 多了十幾%的人在深圳過夜的遊客 但是同時間深圳的開訪率呢 酒店賓館的開訪率呢 就下跌了六個幾% 那麼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那麼有些網友就告訴我 說可能呢 就是很多人去了喪拿按摩中心裡 按摩中心的骨 那麼兩百多塊就可以過夜了 就睡在這個大廳 那麼如果你按摩貴一點 就可以睡在房間裡面的 晚上不知道幾點後呢 11點後呢 你按了三個鐘 一般可以讓你睡在房間裡的 那麼這個我自己本身也有經驗的 有時候呢 就是 早上坐飛機 晚上在機場附近 那麼就按兩個小時 那麼就可以避免了 就是晨早出發的情況嘛 這個我是試過的啊 但是如果這麼說的話 去喪拿中心 就必然倫於嫖娼 那麼多了遊客來深圳 但是少了開放率 原來就是多了人去嫖娼 根據深圳和五毛 小粉紅的邏輯就是這樣的 那麼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 事實上我認為不是這樣的 事實上認為呢 就是這個A和B的關係呢 是一種叫做從屬關係 從屬關係是什麼呢? A就是喪拿中心 那麼喪拿中心裡面有症骨啊 我去打親都是找藍師傅的 因為我老婆可以做症的 因為每次都跟老婆去 即使不跟老婆去的話 我也是會拍照給她看 就是我一定是找藍師傅的 那麼 也會打中醫 一般會做拔罐 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喪拿中心裡面呢 它有一些非邪骨 但是也有邪骨的 因為我坦白說 到了喪拿中心 也看到有些小姐是專門問的 有不有精神按摩呢? 很舒服的 他們是有這樣的情況的 所以呢 A和B是一個從屬關係 A裡面 它有一些部分是非B 也有B的地方 那非B的地方呢 就是正骨 B呢 就是邪骨 那麼事實上是真的有邪骨的 而到底鄭文傑三次進去喪拿中心 按摩中心 是打正骨還是邪骨呢? 那麼這個 以目前的證據是無從判斷的 除非你是公佈了 他在房裡面究竟是打了什麼骨 但是事實上的喪拿中心呢 你看到那段片裡面的三分多鐘裡面 是有小孩子的 那也是合家歡的 但是事實上合家歡的地方 也是有邪骨的 就是有些男人就是一家人一起去 然後就分開房子打 那些叫做偷跳的 那麼這個是不能夠排除鄭文傑 是有打邪骨 但是我只能夠告訴大家 他所公開的 就是公安所公開的所謂的證據 並不能足以證明他是打邪骨 好了 即使他是打邪骨 一般來說那些喪拿中心的邪骨 就是不會是全套 最多都是 就是 就是手作的工作而已 那麼如果是手作的工作來講呢 那麼他又沒有當場斷政 而事後在他走的時候 在高鐵上面被捕 或者是其他地方被捕 那麼這是一個這麼高規格的情況 可以拘捕他 那麼他不是一個政治事件 而是什麼事件呢? 就是一般人如果去打邪骨 你是最多當場拘捕他的 當年雷洋案 一個環保分子 我引述過無數次 拍過無數次的專輯是討論的 那麼他也是 因為揭露環保的問題 而最後被公安打死 都是說他是嫖娼拒捕 而嫖娼用套 那麼這個也要有一些的 職場證據 但是 而鄭文劫這宗案 是沒有職場的證據 就是雷洋案 很多人都認為這個職場證據是做出來的 因為正常人所理解呢 去嫖娼的時候用手作工作呢 是不會用套去戴 套去做起機的工作的 一般來說這個是歪於常理的 但是無論如何 他都做出一些證據 但是今次這個鄭文劫案呢 我不知道會不會擠牙膏色 讓他否認了 然後再拍片裡面 原來片裡面的人是答露來的 或者是 有其他視像鏡頭的 針筒鏡頭的 這個我也非常期待 但是我不能夠排除鄭文劫有 或者沒有 就是這個 做過起機的事情 但是我認為呢 就是嫖娼這件事情 就是一般所理解的嫖娼全套 似乎 成立的機會是很低的 而事後拘捕他 必然有超出嫖娼以外的考量 這一點 就是思考方法很簡單的訓練 大家應該清楚理解了是不是? 好了 在這裡就要講第二部分了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又講這個妹仔論 很多人都覺得很搞笑 很多人覺得這個比喻很貼切 當然有些人認為我不適合用這麼多的比喻 我仍然適合用一些 學術理論去分析 但是妹仔論這個比喻呢 就是有內地的網民就說 不是的 內地人覺得老爺不是搞妹仔的 老爺只是合法地管他 而香港人就覺得他搞他所以反抗 話說這個妹仔呢 有些人就說 你不喜歡做妹仔你就走吧 很多人都這麼說的嘛 第一 首先這個妹仔不是自願進入大官員的 不是自願進入大閘門的 而是她原本的仕頭婆呢 和老爺呢 達成了一個共識 不知為什麼就將他互相交換了 進入了大閘門裡面 但是進去的時候 老爺是和侍頭婆呢 是簽了一份合約 就說五十年不會搞他的 而合約裡面定明老爺是做什麼 可以做什麼和不可以做什麼 但是結果進了門之後 一個老爺呢 就做了很多那份合約不可以做的事情 譬如說合約裡面的第二十二條裡面 說明是不會干涉到這個妹仔的內部 無事無啊 是不是? 但是不是啊 她不斷地這樣做 那麼當然了 妹仔覺得很被侵犯 就是她覺得被侵犯呢 她有些人就反抗了 是不是? 我之前講過了 有些人就玉石俱焚 寧為玉碎 不作雅醛 但是妹仔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性格的 那麼有些妹仔就會哄另外一個妹仔跟她說 難得進來了 生活這麼安好 那麼你反抗幹什麼呢? 你反抗不要緊 你還影響了我 不如你乖乖地就范吧 是不是? 有些妹仔是這樣的性格 那麼也有一個家丁呢 就看到那個妹仔反抗 就亂罵她的 就說你可以反抗 但是你不要影響到其他人嘛 是不是? 你可以反抗 但是你反抗我就罵你了 那麼結果有這些性格的人 這個世界是不同的 那麼這個也讓我想起央視前一陣子 就是她所說的一番話 她說彎彎快回家罷了 彎彎快回家罷了 那麼年代向錢巷的主持就說 就是西西就回家了 西西也應該是一個妹仔來的 那麼回家之後就自焚 那麼新生就回家了 新生也是一個妹仔來的 那麼她就反抗 反抗之後呢 老爺就把她拖了去做再教育 那麼現在香香又反抗 香香反抗之後就拿她去做家暴 所以彎彎呢 是不會進入這個大閘門的 不會進入這個大官員的 就是她那個年代向錢巷的說法就是這樣 當然我結合了這個妹仔論去說 但是當然這些是文學的 收詞式的說法 那麼很嚴格來說就不能夠當真的 但是無論如何 香港今天發展到這個局勢呢 其實就是看在眼內 跟鄭文傑這件事情一樣 因為內地人呢 由於她是一個長期的資訊封閉 那麼她講鄭文傑也好 她講法輪功也好 講其他案也好 一般人有懷疑 但是都無從去得知 但是香港不同的嘛 香港是一個開放的自由社會 你說了出來 大家可以看不同的報章 可以看不同的資料 可以看港台 可以看台灣的新聞 可以看央視 可以看鳳凰衛視 可以看南方都市 我自己以前經常看南方都市的報 所以你有不同的情況下選擇 你自然有一些資訊的落差 所以大家得出不同的結論 所以我很反對一些香港人仇視內地人的 因為我們要同情地理解 要理解他們在不同的資訊背景下得出來的結論 你最多是同情而已 理解他而已 你又不能夠一口罵罵他 說他是老殘 說他是怎麼樣的 我們有些這樣的情緒 但是我們要盡量避免 我想這是必須要跟大家講一講 我的立場的 第二就是 香港現在有些人高舉勇武 我自己從6月9日 還是6月12日開始 我就已經呼籲大家盡量要克制 因為我了解到勇武一旦發展了 你是難以收復的 如果作為一個公眾 有一些人聽的人 你再去呼籲 他更加會將這件事情惡化 因為我明白到任何的大型運動裡面 很難是會結白無恨的 即使馬丁路德金的和平運動 即使孟德拉 孟德拉跟他老婆割席 因為他老婆是勇武派來的 而他晚年主張了和平 他早年也是勇武派來的 但是你一些再和平的呼籲 都會有這樣的結論 所以如果作為有小小人聽的 一個公眾 值得參考的人 所講的言論 我認為更加要小心 所以香港有些人就 不斷地宣揚勇武 不斷地鼓動勇武 那麼我自己從2012年開始 都是對於這種意見 就相當提防 那麼他們其中有些人 就高舉一套英國的 講英國的電影Vsat 那Vsat也是 他們認為你要走到Vsat這一步 你才有機會成功的 第一要蒙眠 第二要勇武 其實慢慢呢 他們忽略了這件事 Vsat這部電影裡面 他成功呢 都是由警察軍人倒戈的 如果一開始你將所有100%的警察 列為你的對手 你的敵人 那麼倒戈的機會就很低了 八九六四的時期 北京都不用北京的解放軍 而在內蒙調解放軍進來 原因就是因為擔心北京的解放軍會倒戈 即使不倒戈 他都不忍心他們的家爺仔 其實你殺的可能是你鄰居的朋友的兒子 他們是不忍心的 但是如果一開始你就將警察 以及將解放軍 以及將其他敵人 所有的敵人 是一面倒地擾摸化的 一面倒地放棄拉攏 這件事情的成功的機會率 就是非常之低的 所以也可以解釋到香港現在走到今天的局面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怎麼樣 但是又很可悲 因為我看到歷史發展 軌跡將會怎麼樣 香港人加油 口號就變為香港人反抗 現在香港人反抗了 似乎勇武派在理大這件事件上面 就是 即使不是一舉殲滅 但是也大傷元氣 但是問題是外面還有很多人 還是非常憤怒 所以由香港人加油變成香港人反抗 現在更加有人高舉香港人報仇 所以可想而知在 我之前講過200事件之後 數十年台灣 仇恨是難以平復的 經過這次理大事件 2019年香港的反抗運動以後 這件事件我認為 很可能是會有部分人走進去一個更激進的死胡同裡面 而社會是造成更不堪的撕裂 這個我也非常憂慮 也覺得是沒辦法拆解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就勸我們快點移民 第一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去移民 那麼我們盡量要想辦法 我覺得年輕人就算不移民 你就可以試試working holiday 離開一年半年 抽身一些去看看問題 對自己的未來發展一個好一點的規劃 我覺得working holiday 是其中一個可以的選擇 去短期留學也好 現在台大就收了100個學生 據說有數百個學生去了台灣 做一個短期的 visiting 我覺得也是一個好事 那麼你就適應一下當地的地方 將來是不是轉學 現在很多人說 visiting 完之後 會留在台灣轉學 我覺得這個也是適合的 那麼接下來他很可能就是重新整治 因為每次你反抗 老爺都會重新收緊和整治你 這是必然的 03年之後就大舉介入 中聯辦的大舉介入選舉 區議會、立法會、特首選舉 高調地打電話給那些候選人 高調地打電話給那些投票者 這個是跟基本法22條 是完全抵觸的 但是沒辦法我們來不可嘛 所以收緊了 2014年的佔中運動之後 不就不斷收緊了 又DQ DQ之後又大規模的首部 等等 所以2019年之後 也很難避免 整頓司法界 整頓教育界 整頓網上的媒體 難以避免 所以很多人勸我快點走 那麼走不走當然有個人的考慮 我有自己的考慮 就是我太太未必捨得她家 就是我們外家 所以她說走 可能我們優先考慮台灣 但是台灣 對於小朋友的長遠發展 是不是適合呢? 這個還是要相確的 那麼你說歐美澳柳 那麼你是不是容易適應到呢? 也是難的 那麼之前有一個澳洲的網友就說 可以給我一個working visa 就是她是律師 那麼這個我也很welcome 其實如果有 因為我有六成 五成多六成的網友來自香港 有四成多的網友來自澳佛市 當然翻牆有一部分 我相信是 那麼澳佛市 所以如果譬如說加拿大 澳洲 或者歐洲 你們給我一個job offer 那麼我做專才的移民方式 這個我也會跟太太商量一下的 但是當然這個是題外話了 那麼anyway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關心 那麼現在天氣轉涼呢 聽我的聲音前幾人 我的身體有點抱揚 其實我這個 這兩個星期 我精神一直都是麻煩的 因為 寢食得難安